大家好,在入秋之后温度开始下降 那么在这段期间可能很多花园都会开始着手准备给你的蝴蝶兰进行低温吹花处理 那么在低温吹花处理之前的话我们要做好三手准备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春花 然后能够顺利的抽出花间出来 后期的开花质量也会更高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适当的增加光照 但是呢不能够强光暴晒 适当的增加光照呢 有利于它进行光合作用 继续更多的光合产物 光合产物多了植出了不仅价的状 而且呢更有利于它后期的这个花间的抽出 当然了要想让它的光合产物积蓄的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除了增加光照之外呢 还可以给它喷湿一点这个燕菌原路 将燕菌原路稀释1000倍啊 然后7到10天给它喷湿一次 可以增强叶片的抗性 然后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那么它积蓄的光合产物才会更多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就要适当的给它提升一下温度 刚开始提前T温吹坏之前的话 给它适当的增加温度 可以加快它的新陈代谢 如果你的植株是一些新猪的话呢 我们给它适当增加光照 可以促进你的植株呢 能够尽快的老化 那么它才容易抽花间 第三点的话就是一定要停湿淡肥 这个时候如果吃淡肥的话呢 就会导致它的营养生长过于旺盛 那么我们低温吹化效果就不好了 那么就会导致它难以转为这个生殖生长 就难以抽花间 所以呢 做好这三点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做好这三种准备 然后后期呢 给它进行一个低温春化处理之后呢 完成好低温吹化了 我们就要给它生湿这个凝甲肥 来促进它这个花间的生长 那么让它能够更容易开花 可以提高它开花的质量 凝甲肥我们7到15天喷湿 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太过频繁 所以呢 我们在给湖廉兰进行低温吹化处理的之前 那么大家做好这三点准备 基本上春化它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更容易抽花间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